我想最近新的這個案件 這位同仁是酒駕補辦 之前就有一次 有接受過相關的教育 然後同樣的後務代辦也不有事 而且這次的酒測容量是1.2號配 這個幾乎是屬於半夢半醒之間 神志不清的狀況之下 又在犯容量的酒駕補充 又是身為執法的朋友 你今天酒駕1.2 他為什麼去取締酒駕補充 你自己都沒有讓我隱身作者 嚴重的違反法律規定 所以我要求我們警察局 就這個個案必須從一人來做做 六歸分局的分組長 在10月連續在他的轄局有兩件酒駕的時間 這對於行政束縛的責任 我要求從一人重去追蹤 酒駕零容忍 就是台歐社會每次一有酒駕 然後發生常常一些嚴重的這間車禍 就是社會大家對這件事情 都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 在10月內兩件 這種酒駕的事件 大概就會跟我們轄區發生 這個社會沒有辦法解釋 所以我們的檢查機關 可以重演或者是重新來做 反正要說一大過 家園或者重新 我本來就有法律規定可以做出 所以我要求警察局 就這個個案已經是雷斷 喝到水忙忙還要塞車 這個我覺得這個事情有辦法接受 要求警察局要從原來處理這個個案 我剛剛在帶相關法律的依據 跟整個處置的原則 我跟蔣人就講 警察局都按照這個原則來翻譯 我昨天跟警察局 我話都講很重 那六位分局長也是實在是一年 短時內一個月裡面有兩件酒駕 那我在看什麼 所以我要求重演重復前面 現在可以再公開 一的就要兩的 人可以當中 一的含有兩大在 實在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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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其他一件事 你不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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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明 感谢观看